但是如果你問我一些比較落後的股份 譬如以消費股為例 消費股這段時間其實都升得多 但如果真的找落後股 譬如啤酒股我覺得都相對比較落後 啤酒股也會炒一些解封概念 或者接下來一些啤酒加價的概念 可以都想一想 另外可能一些旅遊股最近開始是發力的 但是相對來說比起一些車股都不是升得太多 譬如一些攜程、同程旅行這些 雖然你說之前五一黃金周出油的人次就不一般 端午就好一點 真正那個亮點或者那個催化劑 我覺得接下來一來是暑假 二來就可能去到第四季 譬如十一黃金周那些時間 如果你說疫情真的可以受控到 我相信這類型的股份都有機會可以追一追 但當然最大的風險就是 你不知道病毒什麼時候會捲到重落 你不知道內地接著疫情又會不會再惡化 很反復 沒錯 所以你說買這些股份 你心裏面一定要有一個的解釋 就是說一見到內地的不對勁 又有些疫情又爆又說要禁止 就要走得夠快 所以這些都是拼的 這些你就拼疫情沒有什麼惡化的時候 有個股值會追回一些落口 或者去到下半年的業績是會有些改善 如果你說不想搏穩陣少少的 就選擇譬如價值型股份 Value Stocks 這一陣子就暗了一些的 但是我覺得還沒真的玩完的 譬如你說一些銀行股 銀行股就是我就不選內銀的 因為始終我覺得內銀短期裏面 政策上就不是太有利 因為政策現在說得明 就是說要一些銀行 盡量遷就回中小期 那些中小期如果因為疫情關係 有很多可能都還不到錢的 要寬限他們 不要催他們還錢 另外減息也不太有利內銀 反而你說一些港銀或者國際銀行 相對是直接受惠譬如現在美國息口的上升 那之前我做過一些分析 就說基本上現在一個美元拆息 一個月期升到上去一厘流上 但是香港的Hyper一個月 都只是0.2多 0.3厘都未到 那以往的經驗 譬如17至18年的加息週期 都是這樣的 就一開波拉波的美元拆息 抽了上去 Hyper可能去到六個月至九個月之後 才慢慢跟進 那我都相信這次的情況都類似 就是意味著可能去到今年下半年 Hyper就應該會幾明顯地追上來 那到時港銀的息差 就一定會確闊的 還有很多港銀現時的股值 譬如計PBook來計 中銀香港 現在都仍然在交易 大概一倍左右 那你比回是17至18年的加息週期 去最高去到1.7倍 其實都仍是差很遠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以一個穩陣的角度 不想搏一些什麼內地政策 不想搏一些有沒有什麼疫情的問題 那可能那些港銀股來講 會相對稀少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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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